图为攻击二无人机 近日,据媒体报道,中国又有一款大杀器在珠海航展上首次曝光了,这款大杀器是中国的攻击二无人机,看来中国终于不再隐藏这款秘密武器了,而且这款无人机性能先进价格便宜,必然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大卖。 得知真相后,美国直呼一旦这款无人机出口中东后果将不堪设想。同时,西方也给中国下了压力,表示禁止将这款武器出口到中东。近年来,中国制造生产出了很多好东西,而其中一个较为著名的装备就是无人机,尤其是军用无人机。 由于中国对研发军用无人机的投入,每年都会有更加出色的无人机诞生,而这次,攻击二自然是今年的压轴装备了。 攻击二无人机的外贸版,也叫做一龙二无人机,那么这款被专家寄予厚望的无人机,究竟它有多出色呢? 图为中国军队在视察攻击一无人机。首先我们要知道一点,那就是攻击系列无人机,其实是中航成飞集团旗下所谓解放军设计的侦查打击位一体的无人机,一龙德的自用型号。 所以比起外销型号,国内自用的版本的性能肯定是有所提高的。 对,比起攻击副与无人机,攻击副二的动力性能和载重能力都有着大幅度的提升。 攻击副二甚至是中国第一种使用了涡桨发动机的查打一体化无人机。 由于涡轴发动机拥有相对简单的结构,不亚于内燃机的可维修性,以及比起常规内燃机更高的输出功率、加速性能,以及燃效比。 所以攻击副二无人机可以做得更大、更强,运送更多的弹药和附在对敌方进行攻击,图为涡轮螺旋桨发动机架构。 在这种新的发动机的支持下,攻击副二进行升级的最大障碍,动力限制可以算是被解除了。 这允许攻击副二无人机的体重从攻击副一的一吨暴增到四吨,可携带弹药的重量增加了400%,最高速度和升线大幅度增加。 这也意味着攻击副二将会拥有更高的生存能力和作战能力。 而其价格方面我们目前暂时还无法知晓,但是根据我国一贯的军贸政策,其很有可能会在同类产品同性能下较为经济实惠的价格。 而且涡轮螺旋桨发动机采用的是没有,在价格上也比航空汽油低了一截,所以说攻击二很可能在明年在军贸市场上打出自己的风采。 这篇算是给我之前在航展开幕前首度公开。推历使辆版肩负10B可原地360度旋转,背后还有重大意义小文的一个小节,也可见我之前的研判没出现重大偏颇,为中国航空工业的迅猛发展而感到骄傲。 肩负20的弹仓确实惊艳,11月11日,为期六天的中国航展结束了,翘好这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69岁的生日。 尽管在本届行展上,中国空军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展现了自己大国空军的气概和风范,尤其是肩负20和肩负17VC验证机的表现尤为惊艳。 肩负10B的超激动让一小撮人不舒服,抛开已经被连篇累读解读的肩负24机编队和开着弹仓掠过头顶的震撼。 此次展会其实最令人关注还是要主肩负10B推力使用验证机的惊鸿一瞥,在当年晚上很多人几乎彻夜未眠,激动心情易于言表,很难用文字去来描述。 这一场经验表演秀之后,给广大军事爱好者带来的震撼,但只不过还也没到24小时,甚至喜悦之情还没持续到12小时。 网络上就有大量的负面声浪涌来,除了国内很多朋友把以前的F18、F35甚至F22进行相关超激动展示的画面做成动态图,展示出来,以此来证明证明。 此次完成的激动动作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甚至还是别人20-30年前完胜的。 还有来自于东南偏域的某些媒体,也开始大发苦水,说兼10B所采用的矢量推进技术是落后技术,无论是轴天转推进还是喷口转向等等技术,都已经是落后于时代。 又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 大家还可以搜到很多类似的标题肩负10B珠海航展被指,花拳绣腿,落后每隔20年,说的好像真的煞有其事一般。 一台发动机背后折射百态,如此高调反转的背后,其实只是透露出一个问题。 这些人确实就是看不得中国取得一丝一毫的进步。 这么多年来一直如此,从两弹一星时代就是如此,那我们就可以等着看看等到未来肩负20换装推力矢量发动机之后,是不是还能再让他们统统把嘴给闭上。 其实这些人讨论的所有论据和论点,都是来自于网上拍摄的各种视频,那我们现在就完全可以把这些事情抛于脑后,因为这些视频和图像不具有任何实际参考价值。 这些视频所展示的只是在航展上,该国所想对公众展示出来的极限飞行性能,而并不是该机实际表现的作战性能,因此,我们不需要过度在意。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此时在航展上展示的机型基本不可能是满油,甚至可能只有三分之一油量,这就造成了机体本身轻盈不少。 另外在飞控软件设计上,有可能施加限制条件,也有的是放开限制条件,还有的是对机体本身进行了大量的性能和气动布局的优化,造成单机性能十分卓越。 这一点其实是公开的秘密,很多国家的参展机型都进行过启动优化,这一点我国前试飞员就曾公开表示过,所以,看航展,看着就是一个爽字。 而不是为了用长枪短套来收集什么的参数性能,毕竟参数这个东西是十分严谨的。 我们只能通过视频做一个简单的参考,并且这种参考的价值并不大,还需要考虑拍摄者的角度、设备等等外界条件,肩负实背后的工程们。 不能忘记,建议大家抛开现在很多人给你灌输的滚转率、角速度、仰角、推力、转弯扮性、回转时间等等高深莫测参数。 这些参数在此次航展上并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我们只说一个讲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一位曾经就职航空工业三十余载的一位前辈所述,他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刚刚到中国的某飞机制造厂实习的时候,市分员拍着当时的运7至100运输机对他说,这是我飞过的最好的博产飞机,但是其内饰仍然是由香港人来进行设计。 这是我飞过最好的博产飞机,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中国当时距离世界顶尖航空水平的差距究竟有多大。 那个时候我们甚至连制造一架能够取得国际民航资格证的客机都很难。 因此,我们不得不说,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中国航空工业,能在今天取得这样的成绩,已实属不易。 上文提到的运负7至100跟肩负7是一个时代,有人会说这个故事跟肩10B的超激动有什么样的关联。 其实,背后折射出了肩负10B之所能够对外展示的超特技表演,正是基于中国航空工业在近十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而这些辉煌成就也正是由我们近30年不断努力和追赶。 肩负10B所做出的动作意义是完全由中国人自主设计,自主建造的战斗机,安装自主研发的飞控系统,和自主制造的发动机,自主制造的矢量喷口技术。 最终在中国天空上由中国自己的试飞员自主完成了超激动展示,这就是这次肩10B所对外展示的真正震撼。 肩负10最重要的就是自主,很多人都在强调自主,而可究竟有哪些自主,除了上面所列的项目外, 背后还有中国自主设计相关的数控机床、材料技术、生产流程和工艺等等,都是由中国人的自主完成。 这些技术成熟应用的背后,也就意味着中国在航空工业上已经具备了追赶世界超一流水平的能力。 请注意全世界超一流水平只有一个,这个目标大家心知肚明。 这也是为什么当今副10B出航空出世,在珠海航展上做出经验表现之后,全世界会如此大吐酸水的重要原因。 因为追赶超一流水平的机会只有一次,如果没有追赶上,那么将会是终身遗憾。 而曾经有很多国家都想在某些领域努力过,但他们都失败了,现在唯一只有发起这项挑战能力的,也就只有中国。 大家都知道,由于起步较晚,人才缺乏和西方封锁等种种原因,我国高端武器装备的研发之路走得格外艰辛,期间还备受外界的冷言与嘲笑。 不过,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我国的军工研究人员硬生生在一片荆棘之中杀出了一条血路,让各界都为之侧目。 细心的朋友或许可以发现,近年来,外界对中国的装备也明显投入了更多的目光。 这部,就在日前刚结束的珠海航展上,一款武器刚已现身就引的各路媒体争相报道,在珠海航展最后一日,备受期待的金副20战机以四机编队震撼登场,并且在高速机动的过程中出人意料地打开了机副的弹舱,当住现场上万海内外观众的面,毫不掩饰地亮出自己的武器,让现场以及看直播的观众惊喜万分。 不过还有另外一些人在看到这一幕时,关注点比较与众不同,他们敏锐地发现金副20搭载了一款空中利器,霹雳-15空空飞弹,台媒评论称,这武器一出,等于宣告金副20在200公里范围内将难逢敌手,那么,他